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古今 這次我們要介紹 匕首這個職業 匕首也就是大家說的小刀 那小刀的特色是這個 裝擊率高,移動速度快 俗進防禦又好 那小刀是靠著高裝擊的一個機率 然後兩下兩下的砍 輕快非常快 那他也有一個增加跑速的一個技能 所以他可以跑的 他直接還要快 另外他還有增加多種屬性防禦的一個技能 所以他 很多種屬性他都有一些 防禦能力,他都可以扛一下 那小刀所使用的武器就是 以匕首系列為主 那匕首系列的武器 有額外加裝擊機率的一個效果 那小刀的能力點數 我們建議以這個力量 點數為優先 那點這個力量 可以增加近距離的攻擊力 還有近距離的命中 那在玩家把力量點滿之後 我們建議玩家點AGI 可以增加攻擊速度 還有一個閃避能力 就是點力量點滿之後 再點AGI 我是比較建議這個 那其他玩家也有不一樣的點法 所以玩家就 參考參考一下 那這個影片會介紹三點內容 第一點是這個 能使用絞刀的種族 還有他的職業40等的變身能力 介紹 然後第二點是武器的建議 第三點是技能的說明 有這三點內容會介紹 好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點 絞刀種族 40等的藍變能力 那目前得使用絞刀的種族 有這個人類 精靈 黑妖還有矮人士的種族 那當我們角色達到40等的時候 我們系統就是會贈送這個稀有的變身卡 就是藍變 那 制的種族獲得的藍變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一個技能強化的部分也都不相同 那以下是系統贈送的藍變特性 像人類的有這個強化致命一擊 然後他的效果是 單體的強力攻擊 然後有機率會產生暴擊 然後會對這個 中族的目標傷害又變更大 接下來第二個 精靈的 精靈的是 強化風之急走 移動速度會加30% 私生抗性會加20% 然後黑妖的部分是 強化暗影統篷 那他的效果是 無視魔法傷害加30 還有魔法防禦加20 然後第四個是矮人的 強化死亡撐測 他的效果是武器傷害加5 然後另外 他武器脆角的傷害值 也會額外加5 這是四個藍變的一個能力 所以玩家在創腳的時候 你可以看 喜歡哪一個技能強化的能力 再來選擇你要創腳的一個種族 這樣我們練到40等 然後完成指定的任務之後 就可以領到系統贈送的藍變 你就可以獲得能力強化的變身 好接下來是第二點 武器的推薦 這邊有三把武器要推薦給大家 第一把是這個高級階級的武器 叫做黑暗獅猴 那他的能力是這個 武器傷害加10 命中加4 雙擊機率加10 額外傷害加1 然後武器不會損外 然後這一把的特色是 傷害高 命中高 然後又是不外刀 接下來是第二把武器 這把武器是稀有階級的武器 叫做嘴經匕首 這把能力是武器傷害加11 命中加3 雙擊機率加15% 他有台詞是命贏 所以這一把對不止族有增傷的效果 這把我們就專門來打不止系 接下來第三把 地獄之刃 那這把武器傷害是加12 命中加3 雙擊機率加15% 他有一個技能 就是命中目標的時候 他會觸發一個 單體的強力攻擊 然後這把的特色是 傷害高 然後有武器技能 可以來提高我們的傷害輸出 所以目前有這艘把來推薦給 初期的玩家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點 這是技能的介紹 絞刀的技能組 首先他的高級技能有7個 一個是 屬屬攻擊 就是單體的強力攻擊 機率會中毒5秒 第二個是移動加速 就是二段加速的意思 第三個是屬性防禦 就是魔法防禦加10 然後火屬性水屬風屬地屬 各式的屬性防禦都加10% 算是很OP的一個技能 然後第四個是能力量身測 所有傷害加1 第五個殺念 近距離命中加3 第六個防禦提升 提升防禦 防禦能力加2 然後第七個機位稱側 就是雙擊機率加10% 他這邊又加了10%的雙擊機率 所以小刀的雙擊機率真的是非常高 接下來是稀有接擊的技能 稀有接擊的技能有六個 第一的是這個 致命一擊 效果是單體的強力攻擊 並且有機率產生暴擊 那他還有一個強化效果 就是對這個中毒的目標 他有傷害加大卡列的效果 接下來第二個死亡偵測 那效果是武器傷害加5 然後強化的話 武器最小傷害值 還會額外加5 接下來第三個風之棘手 那效果是移動速度加30% 然後強化的話 還會有這個資深抗性加20%的一個效果 接下來第四個暗影頭盆 他的效果是無視魔法傷害加30% 然後強化的話 除了這些之外 他還有魔法防禦加20% 接下來第五個 假魔術他的效果是 魔法暴擊抗性加20% 這一招可以來對抗我們的法師 因為法師的暴擊率真的是蠻高的 接下來第六個 精準偵測 他的效果是近距於命中加3 然後他強化的效果是 近距於命中加5 從3變到5 接下來是英雄階級的技能 英雄階級的技能有6個 第一個是這個隱密 進入隱形狀態 然後移動速度會降低 然後強化效果是 進入隱形狀態 然後移動速度 變成不會降低 接下來第二個 刺客之眼 標記目標 然後被標記的目標 受到傷害值都會增加 接下來第三個 毒液 就是 將武器散毒 有機率會讓目標送毒5秒 並且會減少他喝水頭為負量 然後他強化的效果就是 有機率在沉沒對方5秒 但他不能使用技能 或者是魔法 接下來第這個 關鍵要害 他的效果是 暴擊距離加10 然後暴擊傷害又加10% 接下來第五個 暗影之刃 他的效果就是 就是會招望一個分身來攻擊玩家 然後他的攻擊力跟角色的能力是成勝比的關係 然後大家的強化效果就是 從一個分身變成招望兩個分身 就是變成有兩隻分身出來 接下來第六個 畢軸輕鬆大師 他的效果是 AGI對人力點數加5點 這個是英雄階級的技能 接下來是床樓階級的技能 有四個 第一個是這個 超偶數 有機率讓目標無法移動還有傳送 然後他的強化效果就是 高機率讓目標無法移動 真傳送 高機率喔 接下來第二個 時間焦除 他的效果是 殺死玩家之後 會重置技能的冷卻時間喔 接下來第三個 暗影步伐 他的效果是 移動到目標之後 並且進行攻擊 然後有機率會急於目標3到5秒 然後他的強化效果是 然後他的強化效果是 從原本的這個 機率急於目標 變成一定急於目標3秒到5秒 變成必暈的一個技能喔 接下來是 第四個 幻影之刃喔 那他的強化效果是 強化暗影之刃的效果 再多一個分身喔 就是分身最多 可以多到三個喔 所以 到時候會看到四個 同樣的玩家在那邊打人喔 好 這是他的一個技能組啊 那這邊我們總結一下 小招的職業特色喔 那小招職業本身就有 跑出快的一個優勢喔 那小招是處於近戰的一個職業喔 所以是需要跑來跑去的喔 才可以有怪物可以打喔 所以在練功 跟打架上啊 這個跑速快的優勢 就非常有幫助喔 那他本身還有處境防禦高 還有閃避魔法的一個技能喔 所以在打魔法型的怪物啊 或者是跟法師打架啊 都是蠻有優勢的喔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 不會壞刀的武器太少了喔 高級階級的武器幾乎沒有一把字 不會壞刀的喔 所以小刀在練功的時候 就是需要挑一些不會壞刀的區域來練功 不然你就是要一直修刀喔 這是小刀職業中比較煩冷的地方喔 好 那以上 就是小刀的一個職業介紹啊 好 那如果玩家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按著讚喔 還有分享喔 還有訂閱喔 好謝謝大家 掰掰